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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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身黑戴迷彩帽 來北檢出庭的藝人陳怡 遲到十分鐘 是有原因 你知道遲到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因為呢 你知道我們台北市長 他覺得說 如果我們身為台北市的女性 沒有化妝出門會很嚇人 但因為我化妝真的漂亮 到太嚇人 除了三市長柯批 這次被國防部提告公然侮辱 陳怡不以為意 國防部告我公然侮辱這個罪名呢 我真的倍感榮幸 就因為我本身是讀法律系的 所以我真的非常的希望 國防部在告人之前 應該要先去請教專業人士 大部分的志願役真的都很肥 我覺得大部分志願役都是廢物 大部分志願役 中華民國大部分志願役都是廢物 臉書開直播 詆毀志願役軍人 越說越刻薄 除社會你就是廢 你就找不到工作 也沒有任何專長 可能也是個文盲 所以你就只能夠 就牽下那個支援役 然後在軍隊裡面 然後就是那個欺負跟霸凌 那些義務役 我們都尊重官兵 赤一部的議員 國防部忍無可忍 為了捍衛國軍尊嚴 搜證提告 更早軍法官出面 要破除陳怡的法律屏障 只是飯可以亂吃 話不能亂講 口無哲覽的後果就是 惹上官司 應該是國防部真的非常寄予我的美色 才希望能夠跟我回法院上見 所以呢我最近覺得說 我應該接下來的時間 他們可能會邀請我 去當軍中情人落盾 三處楊船甯王家和SNG小組 台北報導